福造法版 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一至九節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你要作出兩塊石板 和先前你述碎的那板一樣 其上的字我要寫在這板上 明日早晨 你要預備好了上西內山 在山頂上站在我面前 誰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 遍山都不可遊人 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 摩西就作出兩塊石板 我先前的一樣 清神起來 朝耶和華所吩咐的上西內山去 手裡拿著兩塊石板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裡 宣告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 耶和華是有憐憫 有欣典的神 不輕易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為千萬人存留慈哀 卸免罪孽 過犯和罪惡 萬不已有罪的為無罪 必追討他的罪 至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摩西急忙 伏地下拜 說 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我們中間同行 因為這是硬著頸巷的百姓 又求你卸免我們的罪業和罪惡 以我們為你的產業 經雲讀筆 為甚麼 雖然.... 從父母之間 從父母之間 任何人而言 為甚麼 不極的 祂一百分自然 這個對比還是 被迫然 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